长白山天池的水只进不出,为什么却一直流不完?这么大一池水,真没鱼? 长白山天池又称为白头山天池,说起它,相信很多人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神秘,毕竟关于这里的传说有很多很多。 长白山被称为吉林最高山,而天池正位于长白山火山追体顶部,其湖面海拔高度2154米,算是我国最高的火山口湖。 不过其面积不大,在寻风环抱中的天池湖面面积仅有9.82平方公里,湖里的水池碧率清澈,据说湖里的硬币都能看得一清二楚, 四周烟雾缭绕,飘渺动人,因此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 关于长白山天池,除了关于水怪的传说,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,就是天池只有出水口,却没有任何河流补给。 池水还经常年累月的往外流,但水位的便幅却仅在两米左右。 那么为什么天池的水一直都不会干涸呢? 天池平均水深约达204米,蓄水约20.4亿立方米,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泊。 那么这么大一池水,究竟有没有余呢?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 首先第一个问题,长白山天池的水没有河流补给,为什么不会干涸? 虽说天池没有进水口,但是水源补给主要分为两个部分。 第一个,常年累月的雨雪积聚而成。 长白山天池是经过多次火山喷发之后,沿江涌泉一出而形成的一个椭圆形龟地。 它就像一个大锅,矗立在长白山之巅。 每当降雨的时候,它就相当于一个挤水器,其滑水面积可达到21.4立方千米。 要知道,长白山地区属于温带湿润性气候,再加上山脉温差造成的水蒸气凝结,所以降水量多。 平均最大降水量可达到1809.1毫米,即使是最小降水量也能达到881.8毫米。 可见常年以水充沸,天池在经过常年累月的降水积聚下,水位自然越来越深。 据相关数据显示,其平均水深高达204米,最深处达到373米,可以说是一个天然水库。 第二个,稳定的地下水补给,虽说长白山火山目前处于休眠期,但是仍有地下水不断地涌出补给天池。 山脉就像水塔一样,一座山就是一个水库,因此吸水能力超过湿水能力的长白山天池自然很难干涸。 都说水至轻则无余,长白山天池的水极其清澈。 据说,当时科学家们用机器人探测时,机器人可以在水下20米处,依然能清晰地看到湖面。 那么这么清晰的天池,究竟有没有鱼呢? 答案是有,只不过很少见。 据说,在很早以前,天池里是没有鱼的。 是后来在1960年时,专家放入了一些红尊鱼鱼苗进入天池,才有了鱼的存在。 为什么会选择放入红尊鱼呢? 红尊鱼属于一种蛙鱼,体长约10.5到14米左右。 它们喜欢栖息于冷而清澈的湖泊中,在水温9到18摄氏度的水底中,几乎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。 主食以甲壳类、贝类、小鱼、水生植物的叶和种子等为食。 所以,它们很适合在天池这样的冷水中生存。 不过,由于长白山天池属于高寒湖泊,也就是说,湖泊内水温很低。 水温平均在0.7到11摄氏度,年平均气温只在7.3。 所以,湖中的鱼类生长周期十分长,生长速度也十分缓慢。 而且,在如此低温的环境下,使得水中的浮游植物难以进行光合作用,从而导致生产的能量较低,使得水中营养物质区乏,食物少。 这也使得天池的鱼类难以生存。 据说,最大的红尊鱼也不超过500克,长度一般在50毫米左右。 对此,大家有什么不同的见解?你们觉得长白山天池里的水主要来自哪里呢? 有人说,天池的水主要是靠青藏高原雪水通过地下水层流动不及。 1月20年能流到长白山,你们觉得可能吗?